HELLO 大家好 我是Greta 今天跟大家研究一下100万的问题 究竟做后弯的时候 我的屁股应该是握住它 还是放松的 等我们进入这个领域之前 等Auntie Greta分享一下她的人生 有些O.S.Food说话 话说我一开始练色至现在 其实都是很aggressive 我知道我现在不像 但我之前真的有很难的动作 只是做那些 要做到最快最好的 一年搞定了 后弯也是其中一款 我当时也做一些不浅的后弯 但因为那时候又没有那么多资讯 始终那时候也没有那么普及 没有那么多不同的种类 没有那么多不同的正位去求人的时候 我当时练的后弯 都是基本上是从我自己身体的本能去做的 我当时的本能就是握住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握住了 但是我应该收紧的东西就收得不对的 不是应该是直接的 因为伤了 伤了之后也挺麻烦 伤了之后又很害怕 然后就立刻去上很多不同的工作坊 很多不同的课堂去尝试 将这个迷团解开 究竟怎样可以很安全做后弯呢 那时候就是说 千万不要收紧 要放松脊子的 因为你收紧脊子 就会握住了一条腰 然后你的腰就会锁死了 你会觉得塞住了很痛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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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就说 对啊 这个腰就越放松越好 那时候真是对的 真是为了我的 但久了之后 也都随着时代的转变 有多些不同的派别进来 亦都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背景的人士 例如物理治疗的朋友 甚至有些人是医生 有很多不同的资讯的时候 你就开始发现得多些 再加上我自己现在练习 不仅是现在的 我都会跟一些 那些叫做mobility coaches 即是专闻教灵活性的导师 或者有些专闻教circus art的physio画 即是那些马戏团的 集技班的物理治疗师 他们有这样的班去开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 哦 原来 屁股要收紧 其实要想起 是的 其实我当时200个小时 都有学过这件事 学过什么呢 就是肌肉 其实是一妈这样做事 那是一妈这样做事 身体 例如前面 肌肉 例如身长 后面的肌肉 就要收紧了 而如果后面的肌肉 身长 前面的肌肉就要收紧 就是变成这个动作 这个movement 会安全的 例如什么 例如前弯的时候 其实我身体后面的肌肉 我大腿后面的肌肉 腰这些是伸长的 就是小腿后肌也伸长的 所以理论上 我的四头肌 应该收紧些少 肚又收紧些少 令到我大腿后肌 腰这些位置 那些肌肉 就是很安全 而且有多些支撑 相同来说 如果在后弯的时候 你会看到 我肚皮伸长了 我前盘骨 又伸长了 我大腿四头肌 都是伸长的 所以我后面的肌肉 例如大腿后肌 屁屁屁 这些位置 应该想收紧些少 去支持我前面 其实这个道理 就是200小时的时候 学了 只不过是当我一年后弯 就抛 猪脑后 忘记了 但是 就算说我们要收屁股 但是 不是收了整个屁股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说要收屁股 一定很多人会说 不是啊 真的痛啊 腰痛啊 是因为 我们本身 看不到我们 除非是这样看 这样看也看不到自己的腰 但是正常来说 你看不到自己的腰 也看不到自己的肩 也看不到自己的肩 所以 其实你的视线看不到的东西 你其实跟他的 connection已经是差一点了 所以如果叫你收拾股 而且如果没有太多的解释 如何收拾股 你就不管三四一 一下就把肩膀握住了 不知道为什么呢 很奇怪的 我们一把肩膀握住 就会把肩膀握住 好像一早那样 所以你一这样握住 你就会觉得 哇 锁住了 你还要我咬腰 我真的很辛苦 所以 其实你应该是收拾的 不是整个屁股 而是 砰 屯下肌 underbut 对了 接着又来了 你说 怎样啊 你都说 feel不到 你还要我feel个underbut 怎样呢 即是没可能的 不需要的 我们现在会做一个很简单的息子 你就会很容易感觉到 那是要做什么呢 就是做一个低功步 low lunge 保护自己的膝头哥 我就会示范这一边 右隔前左隔后 手怎么放呢 其实没什么重要的 你可以就把脚背压住一张 这样的 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就记住了 我们是低功步 所以腿要向地上沉 OK 这个是starting 实正的所有东西 然后当你准备好了 你就想想 你打算自己的后脚 即是左脚 是伸直的左脚 但是膝头哥 不要离地 只是想伸直的左脚 真的用力伸直 现在不是伸长 是伸直 幻想一下 你的脚肩变成了一把间尺 直的 如果你觉得OK的话 如果脚背可以 脚碗可以 你的脚背压着脚 升一个膝头哥 真的用力发力 真的发力 你会想伸直脚 然后你觉得伸直了 你可以用自己的手 自己按一下 臀部 下臀肌 下臀肌 这个位置 其实是收紧的 摸自己上面这些位置 没有东西 都是软的 当然会有点力 但是不是 相反来 相对来说 你的下臀肌 是会用力多于你上面的 如果你觉得低功部 不是那么适合你 又或者未必那么容易感受 高功部 Crescent Lunge 都是同一道理 你真的想伸直 你的后脚 你伸直后脚 你就可以感受到 自己按一下 下臀肌 真的确实一点 相对比你上面这些 就是这样 记住两边都练齐 练齐了 当你熟悉了这个情况 感受到肌肉 原来是这样 你就可以慢慢 将这个感觉 或者这个举动 演绎在不同的后弯 例如你站着的后弯 也就是我两脚要踩实 要发力 即是我的盆骨 就是想推向前 想我的脚是 蹬行了 不是蹬起来的 是蹬行了 你就慢慢感觉 原来是 咦 我上面这里 是比较放松一点 但我的下臀肌 又已经收紧了少少了 你熟悉了之后 就可以 在不同的后弯 演绎 例如桥色 轮色 黄曹色 黄曹色 其他的后弯 去试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 有这个感觉 戴上头盔 今天分享 其实所有分享都是 都是 我身体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做了不少实验 亲身经历过不少东西 所以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真实有效的东西 你可以试试看看 对你的身体 是否正好 慢慢来 因为始终也是 后弯 看似 除非很夸张 那些 大部份的后弯 看似 不是难做 但 其实要做得 安全 其实背后有很多科学 很多技巧 在里面 真的要自己去感受一下 探索一下 尤其是 刚才说过 在身体后面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你有可能要用多一点时间 去真的斟酌研究一下 好了 今天就是我分享了 希望帮多力 下次见 拜拜 我讨计 你